这一场威达带来的是小KK对抗Yumiko 我们来看一下EI上的人寿之战 小KK也是业余顶尖高手 也是经常和弹总练习的 能够狙击一下弹总 偶尔赢给两盘 实力非常的强悍 那这盘小KK的ID叫做打两盘 出生在了EI地图的右侧 他的对手Yumiko ID虎牙Yumiko 出生在了地图的左侧 这张地图OVH我觉得不是特别难 OK有三大优势 首先中间一双鞋 你抢掉最大法是打 还有就是中间的蓝胖子 还有就是绿皮 绿皮反塔能力不用说了 绿皮上去几板斧 这个塔就要否 所以我觉得可以搞 玉米这边是单敲的祭坛 玉米有个习惯 他好像不是特别喜欢 用MK开控的打法 他还是那种追求高胜率的战术 比较功力性的打法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英雄 小KK选择的是剑圣 玉米选择的是大法师 那这样的话 大法师前期如果要练三级 可能会需要去摸摸彩票了 打一本经验之书之类的就有机会了 你要老老实实通过练机来的话 肯定是要练一出大点 早就会拖练雇佣这种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搞不好 金眼宝都被人抢 又得死农民 非常少 你看到这边小KK拉出一个小苦工过来看对方的点位 以及首发英雄 玉米同样分出了一个民兵 这个民兵苦工前期看什么呢 看对方的建筑学漏洞有没有 当然人族漏洞会比较的不太可能有 OK这边要看一下 看看他的地动摆放 对吧 这边玉米封了一个民兵 打算干死这个小苦工 然后玉米的第一个点是往下走了 虽然这个苦工死了 但是也是带给了小KK一个信息 对方并没有来这个点位 玉米这边打算直接开分框 非常的平 强行把这张地图当成Lost Temple来打了 那小KK这边呢 练起了几 拿到了家属套 这张地图和LT一样的 如果你研究拓彻一点的话 你可以通过前期的建筑学啊 怎么放放伐木场 放塔放房子 把自己农民卡在里面 这样的话建筑点不到了 我记得以前玉米好像打这张地图 有用过这一招的 做个伐木场卡在里面 建筑过来进站单位点不到 就跟卡小精灵是一个道理啊 现在玉米是赶紧把周围的鱼人也练一下 小KK呢回家补给了一下 把TP给卖掉了 是不是说收一下中间蓝胖子 还是直接过去干 干了 掉一本红书大法师生的二 这波过来干的话 杀三个农民应该是可以的啊 建筑还是蛮难的 玉米事先先敲了两个啊 我知道 我肯定会死农民 这是干嘛呢 这你要练会不会出事 小K胆子很大 猜玉米的疯况练极 顺势买了绿皮和黄皮 他这是要练光吧 玉米现在还是守着自己这一处的疯况 然后分了一个Fultman 现在他的惯性思维是觉得对方应该是在内侧练几了 右侧对吧 没想到我在这个自己这一侧角落里 拿到了守护指环加三 哎呀 练的是很顺 道具有些悲催 幸好 幸好练的还可以 走了 现在过来杀农民的话 意义不是特别大了 因为这个基地马上就要好了就可以两个基地一起生产农民了 对吧 干不干 干 看到玉米的Fultman数量很少就三个 很明显现在正面是有点打不过 哎玉米手动控制圣塔抽干了影子牧师的蓝 然后大法师是有鞋子和粉的可以烧血的调戏下对方上来A你两炮就跑对吧 我这个啊 这一炮 这边是印来了 你们又敲出了民兵 干绿皮 建设已经没有蓝了 玉米想包 但是他刚才这个编队包不了的 只有四个武装的民兵 加上刚才是没有没有武装的农民对吧 这这群人一块追不上了 好小可以顺势说中间 那这样的话 建设能够升到一个三级 大法师想再练到三级就很难了 你可以看一下他座位已经没有什么点位了 大法师前期要练这个点位也是比较的难练 打算是磕掉这个绿皮小可以三级 准备反驳吧 哎不用反驳加速后面那个呢 后面那个也要一下要他好 这个胖子是让出来 不过小可以这边马上就够难了 小可以二发歇多方的 打玉米 我觉得一波很难冲得下来吧 他如果小外一出来马上去攻的话 很难冲得下来 玉米的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这边纯农民把剑胜包在中间了 我相信剑胜应该是能够破口的吧 直接砍商店修商店否掉 刚才哎我觉得他刚才是不是否早了 这这就放了 我还真觉得刚才好像你这个商店修一修 现在还真出不来 现在这件事很恶心 这咋能转一点 是一点谁叫你不是mk开框 我现在是个mk的话 随便不会啊 又没围住 找个水人卡位 还是没围住 佛特曼卡位 健身表示啊 还是我有鞋子跑得快啊 你来啊 现在分量量很大 然后这边小弯呢 是练得非常的伤 刚才绿皮死了 这绿皮的尸体 绿皮可能被蓝胖子给干了 这票发生了完全就不足为据啊 只要出来一只白牛 这票发生了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看一下中间的白胖子啊 你把胖子掉的是紫药瓶 那现在大法是最不需要的一个装备 健身家小外见到你这个指药瓶 磕不磕对吧 你你都很难受 我们来看一下玉米的组矿 疯狂 开始补很多塔 然后小k这边呢 是先出了一个插眼了 中间和玉米开战了 扬了两个 晚了一个啊 瞬间倒三个方的满 玉米现在要确保小k没有开矿 哎小k这一出 这个苦工躲在这了 他刚刚应该是看到大法师过来了吧 所以躲一下 这边有插眼吗 这个眼呢 几条关键路口啊 比如说中间还有下面这条道都得插 先过来抓大法师 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师扬他扬他 大家直接开无敌跑了 让对方的扬减速 没有能够点出这个效果 哎 他怎么又买了一双鞋 刚才应该是个失误吧 买了一把粉应该是要排演吧 不排演他这辈子出不去了 玉米现在是动弹不得只能乖乖等待自己的爱本好了 小kk呢 通过这段时间赶紧的练自己的二发 邪的亨特 然后把人口数量啊 提到一个50左右 就能够 顶人足可能接下去的60人口一波了 可能玉米也不一定会走一个二本的一波啊 可能他会走一个三本的碎片小炮的一个心灵活法师流 那种可能更稳一点我觉得 你用三纯三把过去推的话 人家成型了呀 工坊可能都会有 磕多什么工坊对吧 不好推的 这边小kk拿装备啊 两个家属套一个柜子圆环 小外这边也有个装备家属套 中间蓝胖子小kk不急着去拿吗 那玉米是先用一个水元素啊 我去前面探他路 看对方大部队在不在 恰恰小外回来买药膏啊 他看到了 看到了就不去了啊 不看到的话可以搞一波地动呢 这边插眼的发现了 这边是 这边是三个加速手套 都带着的话 很牛逼啊 我看到玉米疯狂处两个神秘圣地比较靠外 小k这波是不是要过去 要过去拆一下这个外围建筑了呢 这两个你拆好了呀 塔射不到的呀 现在小k的疯狂也好了 主框这边钓农民过去 然后是不是要考虑生一下三本了 他现在木材非常的多 700多的木材 玉米这边啊 已经生了 玉米现在是三法银 补了车间啊 果然是走一个三法小炮 带碎片 带碎片带大世界的男女巫 可以羊又可以心灵活 非常的牛适 而且他的英雄也站得住对吧 还有个帕拉丁呢 我们来看一下中间 中间mk一锤子围住了一个磕多 磕多吞了一口破口 再一锤了 必死无疑 这边拆外围建筑拆的还是比较要命啊 这样的话只能补在组矿了 主要是这个拆建筑并不是说 赚你的这笔钱 主要赚的是你的节奏 不是赚你这个建筑一百多块钱 转占节奏 主要这边我们看到打算兑换 小KKTP 小K现在和对方换不划算 你几个边啊 他几个边啊 对啊 如果换矿的话也是不太好 对方踩的比较多 三本已经好了 反应不在这 这两个农场也是造的比较的好 因为这两个农场加上一个铁匠铺卡住阵型了 让狼奇没有办法把这个基地包住来 怎么样强行点掉铁匠铺 我们看一下小炮能否及时登场 现在有一门炮的话 小K就比较恶声了 一门炮缩在这个塔下就把他打爆 小K现在要趁着这段时间啊 对方小炮呈现这段时间 尽可能赚取对方的建筑 应该是有生狼奇的掠夺吧 哎 这个是脱离编队了吗 这波冲的非常的凶 把外围一圈建筑拆了个遍 先打算去左方看看 对疯狂跑跑 左方跑跑 可能你在去左方的路上 会发现一个野生的帕拉丁 对吧 又能赚一条命多好啊 这个鸡团可以拆的 拆鸡团 这帕丁不一定出来 狼奇一攻 我觉得出不来了 修都不敢修的 好了 又老乱了对方的节奏 顺带着把这三个农场都给拆了 玉米表示不能忍了 继续来换啊 小K的狼奇部队是一攻一防 现在呢 开始出 生三本的同时开始出粉碎者 补科多 接着换 你有炮 我也即将会有燃油 燃油车对吧 一米现在根本不敢打 见面就是TP 这下痛苦了怎么练的 因为这边只有左下角这一处了 这里就没什么经验了 两个三级鱼人都被脱掉了 这么暴力的打的 这帕拉丁好像能绕出来 小K之前不是出了一个插眼的吗 那个插眼的生一下出加血棒呀 灵魂炼家加血棒这家小外的奶非常哎 这波是有投资车了 修不住两方的基地 玉米杀过来了 但小K应该是执意要拿下这个基地 半本TP也是赚 好 TP 这不TP 强行省一张了 要不你就打 要不就TP 刚才犹豫了一番 犹豫一番要导很多东西啊 我们看到这个都都是立马贵了 然后这脚车位置相当糟糕 一米中号这边的农民也是 拿起了手中的稿子啊 刚才这个犹豫太亏了 倒了十来个人口吧 刚才那个犹豫 这很明显的 因为刚才小K在A基地的时候 已经被玉米打了 打了一会儿了 对吧 被塔也射了一会儿了 所以这波不该打 等于说你刚才 未来这个基地血量是80%了 这样的话并不赚了 如果是A掉基地 立马TP倒是赚 那死了那么多 接着爆白牛和投资车 玉米这边就很难打了 剑圣头环都不带 三个加速手套如疯狗一般 玉米的小炮是两弓 小K攻防要更高 两弓一防 哇 这个 几板钻下去 但是他这车刚才没有能够修满再出来 车也比较危险 人小炮是可以逼的 你这车怎么办 扎几下就没了 这边包住了一个骑士强强砍 好网住狼齐配合脚狼齐配合这个车子就厉害了 这不叫脚车 我已经打过了 叫粉碎着板钻车 玉米来了一波民兵 这波是有心灵火的 小K的白牛只有一只啊 就是杀一点就不杀 被包了一个狼齐 他为什么不生燃油呢 我就不明白了 将出了那么多的车 兜住 兜炮好的 哈利照 小KK他三本不是也好了吗 对吧 生的燃油 然后白牛生一下复活 白牛都死光了 白牛那个技能叫什么来着 还叫先祖之魂是吧 那件事大事件的吗 要出来看看 不过好像白牛如果是被小炮 炸死的话好像就不能复活了 小K五级见识了 玉米现在还在憋 玉米如果主框爆掉的话 会有相当多的农民啊 这一波农民是可以拉出来 就前线进行一个TR的 小K的疯矿的防守也不是特别的 足啊 疯矿没商店 也没什么塔 啊 如果真的到了内部的话 玉米这边憋出一波人口 小K还是比较难顶的 尤其是现在他这个 他这个情况啊 白牛扫 白牛扫 万一正正面一波不得被养了 你怎么办 因为已经挂机好一会了 拿到了右下角 乌龟的闪避护服 小K这个三本是不是平常玩的比较少啊 他燃油车应该还是没有生吧 白牛的那个大司机也是没有生 磕多的光环导生了 现在他开始出飞龙 出飞龙的话就怕玉米这个水元素对吧 水元素正面也会比较多嘛 水元素加上mk锤子收你飞龙分分钟的 就怕你这飞龙今天一送的话 趴定也起来 那就难够了 这边我们看到是一个层层推进的方式 然后现在中间 拿下了塔 出飞龙还不如出车了我觉得 这一波 不敢上 塔好了飞龙更不敢上 好的玉米的主胖马就要爆掉了 他也是拉出了一串农民 小K这里居然还有点位没练掉 玉米来了 一票头上顶着心灵火buff的单位啊 他现在要强行A这个基地也是分分钟解决的事情 要不要A A基地吧别去追他了 别去追他A基地对 这你要是硬来的话人家修不住了 他打算打正面 看到这边 狼齐先把这个直升机给兜住 然后飞龙先点直升机 好飞龙套上灵魂链之后呢 也是比较的凶一点 我肯定要点点这个炮了 斜到Hunter马上就要5级了 这个飞龙还是起到了一定气息效果 感觉是玉米的侦察出现了一个一个小路动吧 他如果知道对方憋了这四条飞龙 他肯定是等到飞机多了之后再上 现在飞机一下子被清光了 飞龙还在 靠水人慢慢点 但水人又被进化 和这个电球所克制 飞龙还是活得非常潇洒 我这波真的是 刚才 语无隐身过去看一下 或者说你封一架飞机啊 飞加飞机过去看对方在出什么 应该是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搞这个 哎小Y被包了小Y男还是很多的想强行点小YMK有锤3GMK锤他 小Y表示我还有奶 奶 接着破口 小Y还能奶 几分不进去想卡小Y卡出来 但没有成功 这边MK感觉是有点顶不住了 MK无敌 无敌没有能点出来大法师过去卡位置 MK感觉哎哎哎还死了 还死了 刚才吓尿了 就换道具 一瞬之间换来换去 哎大法点他 这这黑MK死了大法师也死了 小K的英雄65了 刚才玉米这个失误真的是 哎呀被三杀了 哈丁都死了 小Y升到6G有奶吗 奶一口 哇这一波真的是 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啊 我这个框差一点玉米机机 刚才真的是太郁门了 三个英雄夹着一个小Y打 打了好久没打死 我这这盘我觉得玉米 前期的这个流程不是特别的适合吧 因为他这个流程就是大法师前期 先开矿 先开矿 开矿了之后没有等级了 就说没有办法 开完矿立马去压对方 如果是那种正常顺序来 大法师到三 开矿的话 你可以一边开矿对吧 矿好了 你可以三级顺势直接压出去了 他这个是不行 而且自己这边的点位也被拖的比较厉害 这盘小KK前期球变 练及的这个顺序 练对方那个点位那边 那边的那个打法比较亮啊 因为对方的这个雇佣兵 好的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